勵志的故事啦 能屈能伸嘛 反走過必留痕跡啦 他那個時候沒有舞台啦 很可憐耶 被追殺 記憶為什麼重組了 你扭曲事實的 你都輸了 你又這樣 你又不知道學 好 來看最先的消息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曾經在2017年指控 旺中集團董事長蔡衍明 是中共傳聲筒哀告 雖然事後公開的道歉 求和解 但沒想到 周玉寇又在2020年 在節目跟臉書上 批評蔡衍明 以及中天電視是紅色媒體 蔡衍明認為 周玉寇已經違反了 不得再發表攻擊性 或是惡意評論的協議 並且提告求償違約金 台北地院在今天 一審判決出爐了 認定周玉寇的言論 違法先前和解的條件 所以要判賠蔡衍明 還有中天電視各80萬元 以及200萬元 這是目前我們收到 這家台可以存在 但是這家台的後面的指揮棒 跟操控中心 才是問題之所在 周玉寇2018年 臉書發文250字 外加公開向旺中求饒致歉 旺中集團不是宣傳工具 國台辦的宣傳工具 也不是國台辦的傳聲筒 這個不是事實 我要跟旺中集團的中天電視 跟中國時報 還有中國電視公司表示歉意 我先知後再說 來 道歉啦 來 妳幫我倒歉 人家說說顏委員 很好心 怎麼要顧我去坐樓 我就怕這樣 不是委員要告妳 是我們董 是我們正南宮的董監事 正南宮董監事 在民婚副董嗎 教我是好朋友 所以妳去求他們啦 因為我們 我們求他們 我這個信就是求大家 哎呀 人家也不是故意等嘛 那事情是誤會過去就算了嘛 顏委員都沒有給我理財 然後就不好意思 今天只好硬著頭皮來OR0 她這個很不好意思 再也不敢大張旗鼓了 周玉寇一副委屈的表情 這麼說 因為撒嬌公事 非但沒有融化言清彪 反而把她惹得更火了 言清彪的聲明字字嚴厲 批評周玉寇道歉方式太兒戲 還說她不配當個政治人 嗯 我想我這個會繼續努力吧 因為她說她感受不到我的 呃 道歉誠意嘛 嗯 所以 呃 我會透過 各種不同的溝通 拜託 我的好朋友們 吼 跟燕委員比較好的好朋友們的 幫幫忙嗎 幫幫忙嗎 她是一個權力跟特權暴露狂 那她為什麼可以在萬方醫院去她家 可是不是只有 有失智跟中風才可以去她家嗎 注意過有失智或中風嗎 她以為她又槓上侯友宜 可以邀功嘛 但是只要能夠看到 心給事 這三個字啊 這三個字是關鍵詞啊 你知道 一看到就全身興奮發抖啊 你知道吧 我們心理學上會說是 自戀狂 然後是 自愛表現狂 這個叫Exhibitionist 自戀加表現狂 知道吧 自戀跟表現狂 特強 一般69歲的老人 都應該要和平跟這個世界共處了 那為什麼 他偏偏是需要這樣 他也不缺錢了吧 你看 這跟錢沒有關係 他還用公費PCR 我跟你講他並沒有利用這10天來寫標案 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10天 他是蠻認真在寫臉書啦 他主要是 他不在寫臉書啊 我跟你講這個跟錢沒有關係啦 他主要是 有表現欲 要急著讓大家注意到他 就這樣 Zoeco的抓狂 其來有致 但是他對台灣社會的傷害 實在太大 我們罵他不是因為 討厭這個人 而是因為他對制度造成太大的傷害 今天有一個非常惡毒的側翼 沒有關係 就是周玉寇我敢講 我可不像其他人一樣 以前吃過什麼周玉寇的好處 我沒有啦 周玉寇就是惡毒自己的側翼 要告就來告 我等他告 他做的行為這麼惡毒 怕人家批評 你拿了標案回饋政府 我都算了 我都不管 你們台語都不會講 去給人家研究什麼台語歌曲 荒謬 人家要給你 那我都不管 但今天周玉寇在臉書 商人囉 這個商人有沒有錯 商人有沒有對你周玉寇有過一句不濟 有沒有對蘇貞昌有過一句不濟 有沒有對蔡英文有過一句不濟 都沒有 他就乖乖的過生活 我認真的跑去參加比賽 然後你周玉寇要說 我跟你講周玉寇真的很噁心 噁心的地方在於 他還在一張 他還說他們有檢驗出什麼 0.001 PPM萊克多巴胺 胡說八道 那個是 SGS系統上說 我極限值能量到這個 在這裡面沒有量到 結果周玉寇直接講 他有撤出萊克多巴胺 請問這要不要用食安法 請問這要不要辦他造謠 不受信賴 因為你們中天新聞台 喜歡隨便的剪接人家的癱瘓 所以我不相信你這個新聞台 可是你在節目上 就是有比較多說 是的 因為自己去查證 2012年的時候 中國時報曾經那個 你幫我拍照好不好 你幫我錄影 因為他們這個台呢 他們這個台是扭曲捏造 而且呢毀謗被採訪人的 那這個台呢不值得信賴 所以把我錄影起來 你們中天新聞本來就是紅色的媒體啊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國台辦 你為了你的言論道歉 那個不是 那個是因為你們那個2012年的時候 我講你們是人民日報的海外版 你們的董事長用30家公司來提告我 親愛的媒體記者 你是一個年輕的小孩 你身在一個非常的惡知的媒體裡面 還做人家的打手 我實在蠻同情你的 你自己去查證 你說2012年那個時候的事情嗎 不只2012年 是很多的事情 你願意全部報導嗎 我今天講10分鐘給你聽好不好 那是因為2012年那一件事情 就是中天中時也是不同的媒體 中天中時都是蔡董事長 你要叫我講話嗎 你要叫我講話就讓我講話 現在這一段請你播出 如果你播不出的話 那你就是無面言論自由 可以嗎 那你在節目上那件事情 會在做什麼 當然有啦 我為什麼要道歉 2015年的時候嘛 你在兩天前所說的 兩天前說的就是 是共產黨的力量啊 你代表的就是共產黨的力量 因為你們的旺報的那個 頭條就是共產黨的那個 人民日報的那個 頭條的相對版啊 所以在 我今天接受中天跟台視的訪問 是被迫的 因為他們呢在這裡 賭人家 不給人家這個不被訪問的自由 這就是中天新聞台 騷擾 然後追蹤 然後扭曲人家的一個新聞台 然後他們的記者問問題 都不讓人家答 人家答完之後呢 又繼續的扭曲 不是 小朋友 我告訴你 2015年馬席會的時候 我在馬張志軍的記者會上提問 你去查資料 請你們用功一點 張志軍當時呢 舉行記者會 只點了三個人提問 包括人民報 新華社跟網報 結果呢 我接下來追蹤 要問張志軍 張志軍不肯回答 然後我問他說 你讓我講啊 你這一段要完整播出哦 然後呢 我說那張志軍先生 請問你講一個中國 是不是一中國表 他不肯回答 一直不肯回答 結果現場引發了非常多人的騷動 外國記者說 張志軍不讓記者提問 然後中天新聞台 在之後 發動了三天 每一天做爭論節目來罵我 沒有讓我講話的機會 沒有給我任何的這個 這個辯駁 然後呢 還在中國時報罵我 我請問你 這個後面 人家告訴我 我得到的答案 國台辦內部的人 我的朋友告訴我 這是國台辦下令 中天新聞台 要好好的 要攻擊 在記者會上 對張志軍提問 讓張志軍有點受到困窘 而且張志軍 完全呢是 很失敗的記者會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願意跟蔡衍明 董事長對質 這是第一個問題 請你全部播出好嗎 我們現在有錄影 如果你 你請你全部播出 否則的話 我拒絕你 接受我的這個報導 我要提告你 可是因為我問你 你還是沒有問題 這就是共產黨啊 國台辦不是共產黨嗎 你兩年前 怎麼會在節目上 那是兩回事 是兩回事的問題 是的 那是兩回事 非常非常不一樣的事 不一樣的事情 那個是兩回事情 你有說中天 是有一個望中不適 就是國台辦的傳承 跟宣傳工具 那個那個是 背後是共產黨的力量在指揮啊 他是共產黨的力量在指揮啊 那我們來做聽證會好不好 中天新聞台背後有共產黨的力量 就是因為馬錫慧的那個 你們攻擊我的實際的例子 有共產黨的力量不是我一個人說的 是郭台銘說的 中天電視台的 國台辦我們對職啊 到時候在法院 或是在聽證會裡面可以講啊 因為蔡海銘總是長的 中天新聞到處提告 我也可以告你啊 你們今天騷擾我 我今天告中天電視台騷擾我 威脅我這個啊 然後追蹤我 你怎麼騷擾你啊 我沒有威脅 這就是中天啊 中天新聞台 你在政論節目也是 就是當時 政論節目我們是公開的 我們沒有攻擊中天 我講的是事實 中天所做的事情 就是替中國共產黨 在台灣做文宣洗腦工作 他的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做聽證會 那蔡英明董事長也可以來 跟我一起來對峙 中天新聞台的記者 自己摸著良心 看看自己是不是 替中國共產黨 在台灣做文宣工作 是 那是因為你 那是因為你笨 你當然騷擾我 你這個樣子不叫騷擾我 我們都有錄影 你不讓我 什麼叫 我們的大樓外面 你拿了一個麥克風 你們的武器就是這樣 拿著麥克風去威脅人家 騷擾人家 像那個黑道一樣 我是公開的 我哪裡有抹黑 我沒有抹黑中天 你講我抹黑中天 那個我提告你 我講的是事實的陳述 我沒有抹黑中天 中天在台灣就是紅色的媒體被大家公認的 中天在台灣給大家的印象 私下 我是公眾人 我是媒體人 我是轉述社會上的一個談話 各位NCC的委員 我有根據啊 我剛才都有根據 各位NCC的委員 中天新聞台就是中國共產黨 在台灣的文宣工具 這個是事實 我願意在聽證會上做證人 把所有的事情寫出來 或者是講出來 至於上次所說的 所謂的那個道歉 那個是被迫的 你們的律師威脅人家 那個邱顯智是我的律師 邱顯智可以作證 中天新聞台所做的事情在台灣 他達到的目的就是做中國共產黨的文宣宣傳工具 而且他們新聞部的記者就用騷擾 然後抹黑 然後用這個在光天化日之下拿著麥克風 不讓人家自由行動的記者 這就是中天新聞台 我們現在用手機全部的錄影 等你播出之後 如果你這一段把我剪掉 我就告你 妹妹你叫什麼名字 請問你 陳文岳 好 陳文岳記者 請你全部播出 否則你一個字都不要播 可以嗎 從剛才到現在 不是 不是 不能這樣子 這是我接受訪問的條件 從頭到尾請你播出 我們的製作人在這裡 這叫做台北之音的電台 他們在人家 他在人家做節目的時候 非要堵人家訪問 然後 沒有 你已經結束了 我剛剛公平要打擾你 沒有 結束之後 我有我個人的人生自由 你沒有去採訪禮賓儀師 然後你們就來騷擾人家 這個就是中天新聞台 拿著麥克風當成騷擾 威脅 然後讓人家害怕的武器 我不怕 蔡衍明董事長 請你出來跟我對職 你們用中天新聞台的記者 當成打手 然後讓人家心生畏懼 我不會 全程我都用手機來錄影 如果你播出的部分呢 是用簡介的 我就告你 中天新聞台告蔡衍明董事長 中天新聞台告蔡衍明董事長 他隨便他提告 我可以進法院 然後我也可以告蔡衍明董事長 中天新聞台告我 我告蔡衍明 因為你說我抹黑呀 你剛才講的話呀 好不好 謝謝 臺灣的年輕的媒體人 請你們把良心打開來好不好 做中天新聞的打手 做共產黨的打手 你這一輩子恐怕都會良心不安 共產黨的打手 就是四句話是要有根據 我覺得我們中天新聞 不是共產黨的打手 是共產黨的打手 因為你做的事情 就是共產黨打手要求要的目的嘛 並不是 你不要再跟著我了 可以嗎 結束 這邊也是 你看 長河 其實也結束 我只會換我報警 我現在也報警 我沒有當家裡面 當家裡面 你如果不離開我就報警 請你離開 我現在在這邊啊 不行 你不要照著我 你為什麼要照著我 你們剛剛已經接受訪問 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所有的台灣的觀眾 中天新聞台就用這種方式 對付媒體的 我們現在是在公開的場合 並沒有在你們這邊 那你不可以再拍我 我不想非拍啦 你剛剛已經在這裡 已經結束啦 好 結束了 好 那我們就結束 但是你也不能 結束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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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